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千万别说您是我老婆请来的 没问题 走 走 张局啊 我两杯 您一杯 虽然不公平 但我愿意奉陪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关罪了 绝对没那意思 久风知己隐 诗相会者淫 多日不见只是想念而已 来 想念是假 这是真吧 说吧 是这样 莫董的集团 不是兼并了咱们市的玻璃厂吗 根据您规划的要点 我们算了一笔账 您猜怎么着 这一算账 问题就出来了 集团要是拿出大笔资金 安排下岗分流人员 再加上土地建筑费 市政大配套费 土地使用费 这公司不仅不赚钱 反而还赔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集团就没有力量安排下岗分流人员 莫董事长从大局出发 他想安排下岗分流人员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 这么大的事 所以我们特地把权威人士请来 把您请来 让您给我们出谋划策 想有什么办法 说白了 你的意思是局里在做正式规划的时候 把容积力给提上去 这样 受访面积上去了 两家呢也都能接受 对吧 对呀 张局一句话就点在点子上了 董事长您听见没有 张局就是有水平 一句话就说在根上了 来我敬您一杯 您喝一个我喝两个 等等等等 这件事啊 倒也不是不能办 毕竟 规划要点不是正式规划 我要是给你办了 是不是就节大欢喜了 那当然了 老板呢 当然是啊 希望您能给多提高一些 没明白张局的意思 张局的意思 让你端极酒杯敬张局啊 那好 为了张局的支持干杯 来来来 谢谢您 聪明 不过你得喝三杯 我喝三个 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来来来来来 我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去哪里 还是来来来来来 好 说有一男的晚上喝多了 录拦车一拦拦一警车110 警察下来了 你搞骂 骂搞骂 搭车回去 警察下来了 听得懂 你看 你看那标志 认字吗 谢谢骂意思 骂了 靠谁呢 这不就是一公里一块意义吗 这酒要喝到这份上 这马路上就没有110了 酒这东西能者主动 不能者被动 张局处于能者 来 我敬张局 来来来 为你这故事 咱们把这杯给干了 你先进来给你 对不起 张局 我今天非常高兴 希望您以后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好说好说 莫董 今天让您很高兴 我更高兴 莫董您留步 我送一下张局 好好好 好 留步再见 您慢走 慢走慢走 不仅仅有天赋 还很有魅力 那你还等什么呀 赶紧签正式合同 稳住她再说 我也正想这个事呢 李荣 把合同的条款增加一条 大维广告有限公司 所做的一切 必须在集团公司的监督下进行 还有办公地点必须搬过来 好 喂 李处长啊 好 太好了 我马上回公司取公账 准时赶到 谢谢了啊 谢谢了啊 这是三十万点金 其余砍下 按合同如期支付 谢谢了 老板 那我先回去了 你的公司什么时候搬过来 三十之内 好 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 凡是集团公司的业务 你不能擅自做主 凡是你自己公司的业务 我也不过问 您放心 我的公司绝不给集团找麻烦 哎呀总算了了一件事了 你今天晚上喝酒没事吧 没事 这现在合同签了高兴 没事 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烦 所以休息也不好 所以休息也不好 可以陪我出去散散心吗 行 我帮你 好 怎么样还能喝吗 没问题 社会上不是有句话吗 把金酒收拾口 来 我都敬老板一杯 您的酒量真行 我从来没有看得过 像你这么能喝的人 没办法 也是以前练的 我跟您不能比 您才大其从 什么事用钱都可以摆平 我这小门小户的 可不是靠喝酒交朋友 看你说的呀 谁不都是从头开始啊 我也是一分钱没有打冰过来的 谁敢相信呢 想听听 很想听 我告诉你 我最早的时候 是在宾馆做服务员 后来认识了 在宾馆工作的同事 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们都想结婚 可是没有钱 所以我们就决定 赐掉工作 到深圳去讨金 经过努力 我们是赚了些钱 我们就结了婚 92年我就开始炒股 我们想到赚了那么多的钱 几千万 后来又做房地产 公司越做越大 几年的时间就翻了几番 到了几个亿 那个时候想要什么都有 钱有了 房子有了车也有了 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那个时候开始也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男人 有些时候你真的看不透 一度时间 他经常不回家 我们开始分居 后来也就离婚了 女儿归了我 就这样各走各的路 不说这些了 每一次提起来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喝酒来吧 来 回来了 还没睡呢 天方 事成了 什么事成了 今晚请张区吃饭 张区把见证面子给提倡你了 跟茉莉的合同也签了 真是不见兔子不撒婴 这回还真撒婴 定金都给我了 三十万 说了 老板公司 搬到他公司一块办公 这样我的房租也省了 不会是做了什么交易吧 怎么可能呢 张区是那儿的人吗 张区说了 这次提高建筑面积 完全是冲你的面子 他对工人从来没这么大方 他大方不大方我不管 这是我凭本事挣爱的 不是靠他失手 他说了 他认为我不仅是个公关人才 而且还是个优秀的广告人才 好 好人才 那你去呀 瞧你还吃醋了 我给家挣钱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我高兴得起来吗 我高兴 好多满的一个工厂 马上就要下马了 那么多工人嗷嗷待哄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将来要干什么 我高兴得起来吗我 是我不好 我忘了我忘了您是谁了 您是厂长您是模范厂长 你们都来了 天方 你不来我还要去找你呢 什么事啊 我得谢谢你 我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哎呀谢上了 自立 我听说你安然跟你离婚了 闹得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这次内退啊就是刀伙所 回去就跟我干了一家 说什么也不够了 算了 天晕嘛 就得下雨 离就离吧 还是怪我们厂领导无能啊 没把厂子搞好 这是怎么能怪你的 就是 三十年了 这场子在我们这儿结束了 别难受了 任何事情有开始就结束了 你别哭啊 你这一哭啊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你别哭啊 看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还满意吗 心非心比鸟强换跑了 是我懵寐以求的工作环境 那好 你可以工作了 董事长总 怎么样 立荣给你那个计划报告 你看了吗 我觉得还能再提高 是吗 你说 既然办 就应该办得彻底 你看 五号楼和六号楼之间的日照率 有问题 这个你也懂 知道一点 老帮别人跑呗 您看如果把五号楼 六号楼之间的位置 调整一下 左边能腾出一座 十二层框架结构的塔楼 能增加一万多平米 您算算 会增加多少利润 那是再好不过了 那你说规划局能同意吗 应该没问题 这事您蒙管了 我这两天什么都不干 就盯着这件事 老板 我要是把这件事拿下来 您可得请我吃饭 何止吃饭呢 你要是能把这件事拿下来 我送你一台车 好 那我这两天不吃饭不睡觉 一药拿下来 天方同志 局里边呢 对你们整个工厂的 煎并过程非常满意 财务部门正在进行财务审核 结束之后你签个字 整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局长 我想问题不该问的 你问 有什么尽管说 局里对我打算怎么安排啊 账户局长没跟你谈吗 没有啊 是这样啊 这个局办公会呢 开会已经决定了 所有的工厂啊 厂级领导和职工一样 全部按改制的政策办 你这个年龄呢 画在了内退之列 我想帮你 可是无能为力啊 对 那就是说 以后我每月 就拿八百块钱公司 在家养老了 这个 天方同志 我们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局里要面对的 不是你一个人哪 这个人哪 是 我 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麻烦找一下杨书记 开会去了 谢谢啊 刘大伟 你整天没白日没黑夜的 你混什么呢你啊 你马上给我回家 我现在什么也顾问不上 工作太忙忙得我四脚朝天了 不行 你再忙也得回来 回来做饭 我得马上上到省城 你去城里干什么呀 要饭去 喂 大伟啊 董事长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怎么样 事情办得顺利吧 那太好了 那晚上我们一块吃饭吧 董事长实在对不起 我老婆去省城开会了 我要回家给儿子做饭 好 好 那就改日吧 好 嗯 科米 小冬 我妈跟我说 你妈去省城 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要不你到我们家吃饭吧 那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回来了 妈 小冬快来 饭都好了 来快坐这 饿了吧 你妈呀下午去省城了 我知道你妈你爸都忙 所以就买点好吃的 你看 李爷 我妈怎么突然去省城了 这不是嘛 前一段呢 你妈呢 一直就忙着咱们 玻璃厂工人的安置工作 这不改制结束了 她工作也结束了 所以她得忙忙自己的事了 她就去省城啊 找领导 谈她自己工作的事了 妈 那田姨不在厂里工作了 她要上哪去啊 你田姨是全国劳模 那怎么安排 也得安排领导工作呀 多吃点 吃馒头 小冬啊 你妈可是个大好人 我们全场的工人呢 都喜欢她 称致廉洁 要不是你妈呀 你李爷早就下岗了 你可得对你妈好点 是这个孩子啊 先进 董事长 你不是回家给儿子做饭去了吗 儿子去离你家吃饭了 我不用回去了 那你老婆呢 去省城了 去省城干嘛呀 玻璃厂没了 玻璃厂副厂长也没了 他去省城安排自己工作去了 我原来还请他做我的物业公司总经理呢 他肯定拒绝你了吧 是 是拒绝了 他那脾气 他这个人 不太合时宜 您跟他说也白说 喝咖啡可以吗 可以 吃什么意思 我看你整天在外面跑 又要坐公共汽车 这个车虽然不是新的 但用起来也方便 等规划批下来 我再给你买台新的 太好了 什么新的救灵 总比没有钱啊 这回我们家内口子 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车救了 我倒有车了 过去我们家 什么都是他讲 他是领导 他上边坐车 我上边骑车 他挣的钱也比我多 家里家外 什么都是他说了算 他还一直说我没出息 这回行了 这回我要让他好好看看 这叫什么呀 轮回 我们家终于该我说了算了 什么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是 谁有资本谁有主义 为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 来 邀大为 要不这样吧 今天呢 你开这部车 好 我请你吃饭 行吗 行 我给您坐一会拽玩 就是这台车旧了点 凑合着用吧 挺好的 比我老婆那台破车强多了 老板 我开车记住 还行 十年假定了 我相信 聪明人做什么都没问题 走吧 我来 杨书记 我想不通 我真的想不通 我给企业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又好几次被评为全国劳母 我只是希望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 体面一点的工作 这不过分吧 这怎么就最后捞出一个 每月拿八百多内退工资的结果呢 我今天还不到五十岁呢 我正是干事的时候 这么一个结局 我真的是想不通 你知道 那时候找我谈话的时候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也没人去诉说 您是我老领导 我只能跟您去说 您有什么要求吗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就希望有一个稳定一点的 体面一点的工作 有没有职务没关系 真的我不在乎这个 李秘书 你上来一下 天方公主啊 你的心情 我完全可以理解 是啊 还不到五十岁 就这么退下了 搁在谁的身上了 他这个思想啊 真的难以一时转过来 可是 你也得体谅咱们市里的困难呢 啊 现在退下来的 可不是你一个人呢 一批企业 下马的企业 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 请进 杨书记 啊 李秘书 你明天给这个 劳动保障局的陈局长 打个电话 把天方同志的情况 向他详细介绍一下 哎 天方同志 跟其他工厂的领导可不一样 他是多次被咱们省市 乃至全国 并为劳动模范的 咱们对这样一些 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同志 不能一甩要吃 可况 天方同志的要求 是合情合理的 也并不高 你让陈局长想想办法 把他走上安排一下 好 我明天上午给陈局长打个电话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啊 天这么晚了 恐怕你坐的火车也没有了 李秘书 你再给天方同志安排个住宿 不了不了 我连夜坐长车车回去 这么忙了 那这样 那个林秘书 你派个车 送天方同志回去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我自己坐车去 这已经就不好意思了 杨叔就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 有什么事情再来 好好好 非常感谢董事长 大伟 你为公司做了那么多的事 我应该感谢你啊 董事长 那咱们就 别互相感谢了 以后啊 你不要董事长董事长的叫 只要我听了管身份的 那我不知道叫什么呀 就叫我名字 公众场合还是叫董事长吧 我喜欢你叫名字 叫 叫我 叫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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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 大卫 你电话响了 你电话响了 欢迎 刘大卫 你演哪儿去了你 你把小冬一个人搁在家里 你马上给我回来 好好 天花回来 我得回去 好 看来经济基础 还是不能决定上层建筑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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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耐心 我会等 那我走了 走了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真想送我 别害怕 走吧 我放你走 对了 您别忘了 明天咱们请见来陪陶伴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工作 看来我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前期的经理 让你做是对的 那我走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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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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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到省城去跑工作 你也不说帮我分担一点 你让儿子一个人在家 没办法 今天建委配套办请客吃饭 是建委配套办重要 还是儿子重要 儿子在李大妹家吃饭 他赋予功课 我不能守着他吧 你让儿子上李大妹家吃饭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能让他跟钟晓敏在一起 你真是还往他们家里送 我这也那么邪乎你这 不说了 翻死了 你怎么想起去省城了 玻璃厂改制结束了 没想到让我和工人一起都内退了 只好到省里去找老书记 杨书记 杨书记怎么说 他给劳动保障局打招呼了 让我明天去一趟 杨书记打招呼了 这事不就成了吗 可我心里堵得慌啊 辛辛苦苦 干了一辈子 没想到这么一个结果 人哪 要能上能下 到什么时候 说什么时候的话 命运这事谁能说得清楚啊 你放心 你不当领导了 内退在家 我还可以养活你 你养活 我现在挣的钱 足可以养活你 还可以供儿子上大学啊 你看你不当领导了 也没车了 我有车了 你有车了 我今天开车回来的 明天正好送儿子上学 然后送你去劳动保障局 你哪儿来的车啊 茉莉啊 莫董事长 他送你车干什么呀 我对公司有贡献呀 奖励我的呀 你看 你老公有出息 你应该高兴啊 高兴啊 大伯儿 柯美 大伯儿 这是你的新车呀 你看怎么样 真漂亮呀 上车 我送柯美上去 反正是顺路啊 行 我们也享受享受 走走走走 我怎么看天方骑车走了 自当厂长了 飞车了 我刚刚让他上了车 他玩个性脾气太倔了 非得骑着我那车车 找劳动保障局 跑工作去了 他最近心情不好 你都安慰安慰他 行 谁都有倒霉的说 真漂亮 什么事都能过去 好 请进 陈旗下 我过去过理查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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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早晨一上班 就接到 杨书记秘书的电话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我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 是这样 现在机关不是都在精简人员吗 我呢 刚才打了几个电话 他们暂时都不能安排 就是安排了也是临时性的工作 这样你先回去 我会想办法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你想 杨书记亲自安排的事情 我不会把握的 那您看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我会尽快想办法 考虑过你的条件 已经没有适合你的专业了 如果搞别的工作呢 你有没有大学文凭 这样我会想办法 给你搞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工作 您最好能够快一点 我在家一天都待不住了 是 我可以理解 不过你看现在要过年了 咱们这也得过完元旦再看看吧 好吧 行 行 那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好 董事长 不好意思我禁锢买这儿工作了 这是老板亲自给你买的西服 试试吧 我看你应酬总是那一套衣服 我挺没面子的 就当工作服了 不好意思啊 受处若惊 真合适 老板 你的眼光真好啊 太贵了吧 我穿着是不是有点过呀 过什么过 你那个衣服品牌不行 不适合你的身份 你们俩聊吧 我还得去银行呢 谢谢啊 谢怎么谢啊 你谢错人了 我做不定肉 那是什么绿色 我肯定很足够 我肯定很高见 你干吗 我肯定很高� 你干吗 我肯定很高 你干吗 只能干吗 你干吗 我肯定很高 你干吗 我肯定很高 我肯定很高 你还好 中文字幕——YK 直不棱灯坐着不是叫干什么呢 睡不着 我这工作一天不解决 我一天都睡不着 脑袋枕得上 满脑袋都是厂里的事 还是玻璃厂啊 马上就拆成平地了 快睡吧 你不能坐起来听我说一会儿话啊 听你说什么呀 陈康烂骨子 睡吧 现在想我陈康烂骨子了是吧 不是那时候求我的时候了是吧 起来起来你听我说的 我跟你说呀 你真的落伍了 你老了 知道姥姥的标志是什么吗 新的记不住 老的忘不了 坐下就打痘 躺下睡不着 你现在好了 吃饱硬了 人哪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话 你没看出来吗 我现在朝上面走了 你呢 往下处理 总结啊 总结啊 我无心的摆脱 带来你不解的困惑 我迷茫的离去 我迷茫的离去 掀开你掩埋的爱头 我浪迹的飘泼 换来你一夜的白头 我迷茫 我迷茫的发现 却把你的心放在我上 我 是你 妈妈 是你 母亲 您的爱却永远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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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